大伯 你起来了呀 对呀 大妈呢 大妈回家了 她一个人回家呀 呃 她跟那个小姨一起 啊我想凑过10个人 哦 现在大妈回去了只有9个人了是吧 嗯 哈哈 大妈过几天就回来了 过几天哦 嗯 可能过个几天吧 几天啊 反正我还有最后一 最后上你一天就放假了 啊又放假了 嗯 想不想大妈呀 那你放暑假了 带你去大妈那里玩好吗 我还有暑假作业 暑假作业带过去做啊 带过去啊 真的 怎么样 那你都是说英文话我听不懂你 都是说普通话 哈哈哈哈 真的 怎么可能会说英文话呀 他们那里又不是 他们那里也是中国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吃血果吧 对呀 你要不 我不要 嗯 那个我们冰箱里面 装的太多了 拿不下 哦放不下了是吧 嗯 我去叫我奶奶帮一下 才搞的这么小的口口 拿拿到了一根 哦 还有最后一根 装的一些什么好东西啊 嗯 透露一下 嗯 透露一下 哈哈哈哈 嗯那些鸡 哦鸡呀 嗯有没有鸭呀 嗯没有没有啊哈哈哈哈 哎 喜欢你哦 我想问你个问题哦 什么 嗯 你妈妈做饭是不是从来不做鸭子 有熟做啊 哦也做是吧 嗯 我以为不做鸭子 哈哈 我怕你做鸭子的话 我怕你老爸不高兴 他怎么不高兴啊 你老爸不是老鸭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好吧 嗯 到时候等你放手机来带你去大马那里玩啊 大马那里好多超市 好多好吃的 你说了一下了就有超市 对 大马家楼下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超市 我不知道大马家在出在哪 你没去过你肯定不知道啊 到时候带你去了你就知道了啊 嗯 哈哈哈 太阳太大了 应该是夏天以来啊 气温最高的一天 今天我们这里估计有 三十来度 大家看一下 豆角 已经长这么大了 今天我们家豆角种的不少 玉米也长这么高了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太阳太大了 现在也没什么活干啊 我就在 我们这个园子里啊 溜达一下 茄子 茄子 辣椒也在开花了 应该过不了多久啊 有新鲜的辣椒吃了 蔬菜的种面还是不少啊明白 还有四季豆 这个南瓜 茄子辣椒 还有那上面的 黄瓜 还有那边的西红柿 白菜 应有尽有 外面还是有点热 我还是去 房间里面带着 凉快 这个天了 现在是雷震雨的季节啊 刚刚还是红火大太阳了 现在又是 转眼镜了又是电上雷鸣的 乌云满布啊 快要下雨了 想跟大家说个事情 嗯 这段时间了 一直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啊 对我们呢有一个疑问 就是 说阿姐你们几兄弟是不是分家了 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中国古话呀 有句话说的好 叫做 人大分家 数大分家 对吧 意思就是啊 那个人大了 要分家 这个是一种 自然的一种现象 可以这样说啊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看我身后的这些竹子 大家看一下 长大了是不是要发压呀 是不是分压呀 哈哈 一样的道理啊 其实这个就是分不分家 这个问题 其实其实怎么说 觉得分家啊 我也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现在像我们三兄弟啊 现在都长大了 我也是三十几了 然后啊 两个弟弟年龄都不小了 已经都成家立业了 都已经娶了老婆 然后有小孩 都已经小孩 然后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 对不对 既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如果就算是要分开的话 分家的话 也就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朋友们你们说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但是哎 像我们家呀也是个大家庭啊 我老爸老妈 然后我们下面三兄弟 嗯 家里房子现在就 一栋老房子 其实我们啊 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分家的啊 按照我的理解啊 现在的我们三兄弟的状况还是什么 只是 偶尔有时候分开自己做饭吃 只是这么个情况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这个也是我们三兄弟啊 自己商量之后 然后做出的决定 主要就是 体量老妈 因为她年纪太大了 很辛苦 做我们一大家人的饭了 太累了 而且每天还有很多龙虎 加上我妈妈她本身身体不好 各种各样的毛病 高血压呀 脚又痛啊 腰间盘又突出这些啊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如果继续像以前那样子 让她就是来操劳一大家人的饭的话 对她来说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 刚好现在棚子也搭好了 有一个空域的地方 我们就说把那些 锅碗瓢盆啊 做饭的那一套啊买回来 然后就是自己做下饭吃 像做好饭吃了呀 叫老包老妈呀 或者说下来吃个饭了 来我们这里吃个饭了 或者说做好饭菜了 叫兄弟们呢 都在一起吃一下饭了 是这样子 为的就是减轻老妈的负担啊 不想让她那么劳累而已 仅此而已啊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分家 因为像我们三兄弟现在 住孩子都都在一起 都住在一起 然后啊 像 田里面呢地里面的农活啊 还是在一起干 又没分的 没有说像 有些人家那样子啊 这块地是你的 然后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没有的啊 挖土地一起挖 种玉米一起种 种稻谷一起种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三兄弟还是就是 言格上来说还是在一起生活 还是一个就是大家庭 只是说 就像我刚刚说到那个问题 做饭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自己做一下 当然了也不是每天我说了 也不是每天都是 你搞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也不是那样子的 像我们经常这样子就是 比如说我们家做好了 然后啊 叫老鸭啊 牛鸣啊 小笛啊 酒鸣啊 还叫老包老妈 他们都一起吃啊 或者说老鸭他们做好了 也叫我们一起过去吃啊 叫老包老妈一起吃啊 都是这样子的啊 就这个问题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 有很多朋友啊 一直在问我 问我是不是分家了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啊 或者说 还有的朋友啊 又在猜测是怎么样啊 其他其他什么什么的啊 所以我就 我说你不想要给他 你感觉到没什么啊 这是我呢 对我说 我提醒你 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们就不得了 我说你吃吧 你吃吧 我吃吧 你吃吧 你吃吧 我吃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